你回来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你以为我想这样 我也控制不了 我在心底否定了他一千回 紧接着我就原谅他一千零一回 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体会不了 你不懂你就不要随便瞎评判 我不懂 你不懂 爱情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你对亲情公平吗 爱情就是不讲理 没有先来后到 没有付出就有收获 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运气 你要是就想这么逻辑不通 强词夺理的话 你去找三尼良 你去找小美良 你别找我 谁强词夺理了 我一向以礼夫人 我只是在跟你讲道理 你不需要讲道理 你说谁不讲理 丁羽阳不讲理 但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 不去想她 不去关心她 不去照顾她 怎么了 这就是一条食物链 我现在很不幸处在最底端 但这不是永远 我会内袭的 你是不是非要狠狠受一回伤 就像六年前那样 你才能满意啊 你少拿六年前吓唬我 六年前怎么了 我不是这样走出来了吗 大不了你再把我拉出来一次 你在里边现得开心人哪 我这次真拉不出来 我变秘了 蟹炒年糕 杨瓣海枣花葛蒸蛋 我求你了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你就当这是我的药 你不能让我不见她 不能让我不接触她 采用这种隔离的疗法 我又不是神经病 陆医生 你不让我接触她 我真的不死心 我说服不了我自己 我心中还有希望的小火苗 铺铺铺铺的 我想再给她一次机会 那你那小火苗 爱铺铺就铺铺 你能不能别告诉我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不想参与 那行吗 就算她是个烂人 我也得深入了解之后 才发现她烂得一无是处 她在我心中的美好幻想 才能完全破灭呀 那我就可以不喜欢她了 我就可以死心了呀 然后我就可以讨厌她 我就可以无视她 然后我的病不就好了吗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陆医生 那你能不能先讨厌我 无视我呀 你死了这条心吧 就算你烂成过街老鼠 我也永远都是你的 小时侯和杰瑞 三明治 肉 就这一次 这是今天晚上的菜单 先让我换你点树一下口 好 然后帮我准备好东西 先让你起来树一下口 你扣着头在那里就可以了 这是今天晚上的菜单 海鲜家常菜你比我懂得多 具体的你来安排 最后一次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啊 车上打铁治病救人 千万别忘了 把每一道菜的做法 全部发到我的手机上 听到没有 答案不言谢啊 真的很好 好 快 快 我哥又不是你的厨子 我知道了 最后一次 我发誓下不为例 一定好好报答你们 请你吃大餐 什么嘛 你们比我上去拿好还虐吗 哎 走了 助攻也不带这么助的吧 你这个疯女人 我跟你说 你这边的再也遇不到 比我哥更爱你的人了 大闸蟹去壳 洗净 哎呀 大闸蟹洗净去掉大壳 香芹米鱼羹 香芹米鱼羹 哎呀 干嘛要做这么难的呀 我背都背不下来 哥哥哥哥哥哥 跟我更连气都快到了 最后一个菜 这些都是你做的 你难得怀疑 这是我去店里打包的吗 不是 我是说这些都是我的家乡菜啊 蜡炒年糕 风干鲜鱼 海杂粉丝 花鹅蒸蛋 这是鱼羹啊 香芹米鱼羹 我最喜欢吃花鹅蒸蛋 和鱼羹了 你喜欢吃就好 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开始吧 吃吧 忙活了好几个小时 给别人最为爱心大餐 你自己就吃这个 想什么呢 脑补人家的那个烛光晚餐 你也去呗 哥 反正你人那么好 你就站在人家桌旁边啊 给人家拉个小提琴 扮个揍 漂亮 那画面太美了 我那天在KTV看见丁玉洋了 她在给别人打电话 给谁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话里有话 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怎么不早说呀 那天 那天那个网红脸 就在房间里面 说明心机难成打的肯定不是他 也就是说 还有人不止一个 我的天哪 他这个人啊 人设真的是碎成渣的 他简直就是个人渣 我早就说了嘛 你说说啊 他那么好的条件 怎么可能单着呢 他怎么可能吃素 他接受个年轻版的你的爸 你知道吗 喂 爸 你给我说的那个人哪 我托朋友查了 二零零六年 他就把户口牵出去了 牵到了北京 嗯 挺好吃的 煎香的味道 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时候 你应该很久都没有回去过了吧 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没回去过了 我爸妈退休以后啊 他们就定居在昆明屋 这个鱼光 就跟我记忆里的小时候 我妈做的味道一模一样 小时候我家不太做饭 鸡盘都是在食堂里吃 我们家三个人啊 都是在我郭盛的时候 包饭菜脱里说 加上菜对于我们家来说 真的是 很难得我 以前我们在奶奶家吃年夜饭 后来 后来就都在餐厅里订了 不是 出国这几年啊 我爸妈就在全世界旅游 然后 过年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碰到 你怎么说啊 小时候 我记得离过年还有十几天的时候 我爸就开始到处去准备好吃的 那好 他去买熏鱼 对 还有肉冻 嗆蟹 醉虾 对 我小时候最喜欢我奶奶做那个炸鱼炸肉的时候 偷吃一块 我也是 我也是 连竞祖先的点心我也偷吃过 后来我爸妈发现差点打我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过年了 因为过年的时候就有漂亮衣服穿 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还有压岁钱 不过每年我的压岁钱啊 都被我妈收走了 说帮我存着 那我可比你好 我的压岁钱啊 我都能自己支配 这 我还买过一个随身厅 随身厅是什么呀 我们小时候听的都是MP3 少来啊 我刚才说随身厅的时候 你眼睛都亮了 没有啊 我平时不太回忆回去的事情 因为我不适合连旧的人 今天一试家乡菜 家乡童年 所有的鸡 又都附近的眼睛了 我记得之前也有回忆次 是过什么节 端午节 我在公司里有一个同事 他带了一个 带了一个五彩绳 那天也跟今天一样 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因为我奶奶有个习惯 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 为小孩带一个五彩绳 于是我就问哪个同事 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五彩绳 你还记得这件事情 我还记得这件事 但是 具体什么人我不记得了 是你啊 对不起 你还 当那份期待 终于被满足 那份委屈 终于被察觉 那份感情终于被回应时 眼泪既是对过去的慰藉 更是对现在的勉励 停电了 我去看一下 要不我帮你啊 不好意思啊 我家停电了 没关系 小孩 你会买电吗 买电 我可以试试 我知道买电要用电卡的 你知道你家电卡号码吗 还有电卡 看到我们俩一样 我也经常把电卡弄丢 但是没有电卡 买不了电的 好 那算了 等明天我就上班再说 真的好多年没遇到过停电了 偶尔停一点 还挺有气氛的 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家里好像经常停电 那个时候我家就会买好多蜡烛 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用蜡烛滴在桌上 然后摆上各种形状 我也是 我还把蜡烛滴在身上过呢 而且一点都不烫 我把它按成我想要的形状 然后一口气把它撕下来 可爽了 乳满 你是疯了吗 好好地聊什么滴啦 好像挺晚了 那我先走了啊 你没事吧 我看看 是 是这儿的吗 好啊 我记得以前高三的时候 那个时候学校大规模停电 高三嘛 大家都过得挺苦的 平排无故不用上一个管子系 那时候都口气疯了 停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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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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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了 我疯了 我疯了 对啊 我也记得那天晚上 你也记得 你不是二中了吗 你怎么记得 可能是教育系统 大规模停电吧 整个城市都停电了 所有学校同学都笑疯了 你的腿还好吧 没事 没事啊 慢点 难兴 回家 回家 我们签手了 我错过了什么 刚刚我在他家吃饭 定电了 他怕我摔倒 你为什么会在他家吃饭 这个先放一放 都什么年代啊 谁家还停电 老师腰带 是不是你把电切断了 菜吃得挺好吧这是 谢了哈 陆飞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小时候的事 停电了以后 还聊了几句 抵达 不好意思 这尺度 不是你想的那种滴辣 前脚给别的女人过生日 后脚就牵你的手 花花公子套路溜的飞起 知道为什么嫁不出去吗 看谁都是渣 就自己是朵花 小美 你太年轻 看得太浅 怎么不说你年纪大的底线低 脚踩两只船还不扎 弄不好是做航空母舰 好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接电话了 没有 我是怕你回去太晚了 它就算是个太空战 那也是人家的权利啊 你以为钻石王老五是白叫的 哪个女人不喜欢钻石啊 什么霸道总裁只爱傻白甜 长腿男神专配小矮子 图什么 图爱情 霸道总裁和长腿男神专一 他们相信爱情 因为爱情有奇迹 奇迹是偶像剧用来骗你们这些 没有谈过恋爱的纯情少女的 现实是Method的条件在这里 喜欢她的人太多了 她接触的人有多优秀 不是你们想象的 要求她专一 就跟要求太阳围着地球转一样 下辈子也不可能 她愿意给慢慢回馈 就已经是慢慢的成功 她是太阳了 她回国几天啊 就找了这么多个地球 真够不妖脸的 怎么不浪死她 没有道德 你还别道德绑架啊 都是逆情我怨 双向选择 她又不是劈腿出轨 这年头越是卖好男人人设的 越劈腿出轨 你们敢确定她没有结婚 没有女朋友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你找到丁羽扬的表弟 表弟说她没结婚啊 那可能是因为远房表弟的信息 没及时更新 就算她没结婚 谁知道她是不是同时在跟十二星做狗的 就算她跟十二星相互的 就算她跟十二星相互的 只要她单身 这都是她的权利 反正啊 我是宁愿跟别人分享美食 也不愿一个人吃垃圾 成熟点行吗 真是毁得一手好三欢呀 这也能分享不嫌恶心吗 爱情就应该是唯一的纯情点吧 好了你们别吵了 她有玩的权利 我也有不玩的权利 我自己决定吧 不就是牵手吗 谁没有啊 呢 我 skinny 很不oi 呢 什么 我 蛊 啊 上 我 我 你 做 我 尼 什么 徒计划 剦划 大声 所谓 魔王 魔王 昨天我们在群里都吵成那样了 你一句话都不说 假装不关心是吧 那你还让姑父去查 可是什么都没查到 就算什么都没查到 我们是不是也能给漫漫姐提个醒啊 你是不是怕她不高兴 我就敢说 仗义直言嘛 那我还会推理呢 你记不记得 那天心机男跟那个女的说 该去上班了 说明什么呀 她上的是夜班 心机男肯定是个夜店咖 真的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去她家附近的酒吧蹲点抓线 要是抓不着 我把头都搁下来给你泡酒 行了你 别糟蹋酒了 马思雅周末在家开派对 说邀请你了 你不去啊 我是没心情 我谈恋爱是认真的 不是闹着玩的 就算不结婚 台场恋爱你损失什么呀 时间 精力 感情 这些损失还不够吗 你都素得跟瘦身杀辣一样 你还在意这些呢 再说了 你这些感情不用掉 你能怎么样 存银行啊 有利息啊 不出来了吧 所以我跟你说啊 你也不用投入感情 你们两个呢 各取所需 多和谐呀 又是投其所好 又是各取所需 我犯得着为了他放弃 我自己那么多原则吗 不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都把我给绕进去了 谁说马思雅是航空物件的 首先第一点 这个条件他就不成立 你知道吗 他现在对古尼特别冷淡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你少配了 古尼翻篇了 迎接你的篇章了 这么快就让一个人翻篇了 我高兴得起来嘛 这么说 他不是挺满船的航空物件 他是进一艘出一艘的进出港 谁还没点过去啊 再说了 你也有责任 谁要你玩什么暗恋的 非要在你的心里 绕出个山路十八弯的 你就别怪别人 直到的先答谢 怎么会是真样的 你会不会在 zero 就只有我 一个人 叫我 不成功 我说来 他怎么会容易 你不想说 你不想说 要请客呀 陆医生 改天吧 我就有点事 改天请大家一块吃饭 好呀 那谢谢陆医生了 瞧什么竹杠 那是人家陆医生的老婆本 你好意思瞧竹杠吗 那他不请你请啊 休医生 反正你专那么多 疯了吧 铁公鸡的毛都敢拔 说谁铁公鸡呢 陆 来来来 进来 我跟你说点事 休医生啊 这个休息的时候 别跟小护士那个 聊工作 聊工作呢 来 你看 来 坐 还没女朋友呢吧 你跟那个小型分手 分干净了没有 你问这干嘛 这岁数不小了 你这 你爸你妈 肯定也担心你 你这早点成家的事啊 好 还行吧 你看 别不好意思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很正常 我给你做个梅子没有啊 出院 您的好意我心里了啊 但这事我真的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啊 不是 你得着急 我都为你着急啊 我那有一朋友 家里条件是相当的好啊 她呢有一个女儿 刚好不爱就学回了 岁数小小啊 四叔丑牛 鹰虎 应该比你小 要不然就跟你同色 这这 这个我再核实一下 但 肯定她岁数不会比你大 这你放心 主任 我这个朋友呢 她的希望呢 就帮她女儿找一个 脾气好 性格好 人品好 稳重 老实 那这学历啊 职业都很不错的邻居 那天呢 我跟她正好一块儿吃饭 人家就托我介绍介绍 我这一下我就想到了你了 我就把你情供跟人家说了 人家就特别的满意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这事我真的只能 辜负您的好意了 我不合适 你这心理事还放不下小鞋吗 我可听说了啊 我听说是你拒绝的人 这事啊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总之 您先帮我回了吧 我看你 从昨晚到现在 你一直没有在群里发言 萨莲和小美都是女生 我需要一个更男性 更理性的视角 我怎么看什么 丁雨洋是不是宁烂勿缺 我打个比方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她很花心 她会不会再追求 新鲜感这种不犯法的毒品 这是你们男人的天性 你们男人这种 以偏概全的说法 非常没水平 我发现你现在对我 越来越没有耐心了 你以前对我不是这样的 我在跟你说 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都是很乐意倾听的 以前你就琢磨她揣测她 我以为这么多年你进步了 但是你现在自己看看 她回来之后 你生活里还有别的吗 有啊 我这不是要跟你吃饭吗 虽然找你吃饭 也是在聊跟她的事情 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当然了 我想让你放弃她 谁 好 别想要 其实 我去 都往这儿 你要去 你 你 去 你 我去 你 去 别再跟我说她配不上我 你也配不上我 全世界都配不上我 于是我就只配单着 放弃 你说得到容易 有更好的在等着我 更好的在哪儿 在我八十岁生日会上等着我 你也别给我发好人卡 我不需要 我需要的就是 谈恋爱 结婚 生子 这样的大俗套流程 还有私心 我有我的私心 我非常害怕失去你 害怕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更害怕你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没能及时阻止 我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朋友 我也有我自己见不得光的私心 我也会被个人的毫无左右 也会被情绪影响到判断 影响到直觉 我也是 对不起啊 我刚刚 太急躁了 我知道 最后做决定的 还是我自己 但是小美和Sunny 就像我心底里两个声音 一个说 只要他肯回应你就够了 一辈子太长 一场淡化也不错 不要太纠结 又专一又长情的爱情 那是童话 而另一个又说 真的爱 就是唯一 就是要排他 要就要百分之百的物杂志 不能委屈求全 否则宁可放弃 你不可能愿意做谁的几分之一 哪怕是丁与杨也不行 换做是十年前 五年前 哪怕是两年前 我都还可以坚持着这份骄傲 两年后 五年后 哪怕是十年后你也还是你 这不是骄傲 这是原则 我明白 可我害怕我会后悔 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 如果只有两个选择呢 说 A 做你喜欢的人的几分之一 B 做喜欢你的人的唯一 你选哪个 我选C 做我喜欢的人的唯一 请说 我选C 我选T就都要选择了 你选择了 叫你自己选择了 我以为你吃掉 我吃饭一个 我都要吃一点 我真的把吃饭的 您在侧帼上 你的食堂 我叫你吃 deine 我去接你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那去吃日本料理 好 我把地址发给你 一会儿见 我也害怕受伤 但是我更害怕 没有尝试就放弃 因为我已经不再是 六年前的我了 起码我现在 敢勇敢地面对他 嗯 那我 那我先走了 晚上有情况 我给你汇报 行吗 先生 您好 您点的榴莲酥 你见过榴莲变成鼻子水果吗 没什么 帮我打包吧 好的 请您稍等 看起来有点累啊 没有啊 禁制调查阶段的一方 能和甲方老板出来吃饭 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听撒尼汇报过了 他跟你说什么 他应该跟我说什么 当然是说我们公司的好话了 你放心 工作上面的事情无论如何 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私人感情 不影响公室吗 私人感情不影响公事吗 甜言蜜语是春药还是涂药 我仔细回家了一下 六年前 你不是我小祖的 艾若曼 你能不能别这么矫情 他一直在笑你是好 你应该有所回应 过两天母叫孝亲了 你受到药气函了吗 没有 学校每年毕业那么多学生 被邀请的 当然是那些最优秀的校友了 比如说 曾经叱咤风云的学生会主席 那我现在邀请你 可以吗 原来心里充满疑虑的人 无法感动 也甜蜜无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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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就是这儿 吃啊 多快 你 你 丁玉阳 我接下来说的话 可能会影响你的胃口 这么严重啊 那你等我吃完再说 我等不及了 说吧 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你坦白 就是 是你之前为什么进B&MG工作 还是你的高中是在一中念的 你怎么知道的 三迷试说的 作为一个叱哨风云的前一学生会主席 想打听这点事还挺简单的 什么学校大规模停电 太扯了 小艾同学 我觉得你需要跟我道歉 我道歉 明明就是你不记得我了 是你太隐形了 也对 就是我太隐形了 我觉得应该再明显一点 不管是我的企图心 还是我的身材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挑 特别没有原则 一鸡两吃 一人两用 也 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嘛 你是不是认为我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还游戏人间 我没有那样想过 那就好 吃饭 吃饭 嗯 嗯 这面挺香的 对面的脸怎么那么臭 我哪有 快吃面吧 面都凉了 我之前啊 有一家特别喜欢的面馆 但我喝喝之后倒闭了 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开到几点 开到凌晨一两点 而且店的老板和店员 就住在后面 你还真是个叶猫子啊 是不是常常加班到半夜 来这里吃东西啊 像我们这种铁血员工 哪里找 就像牛一样 吃的是草 挤的是奶 我吃饱了 你带我来的地方 非常不错 非常好 好 啊 咳 喂